无论你养什么花或者种什么果树 在春天的时候有一个肥料比磷酸二青甲还要好 只要春天给它一点 那么您会发现一整年您的植物都会花开不断挂果不断 大家好,我是佛山二花匠 我们都知道磷酸二青甲可是养花一个好东西 有了它之后,您家的植物开花结果变得没什么难度 但是磷酸二青甲有一个不好的事情 就是它的吸收利用率很差 基本上我们只能选择在植物开花结果前的15到20天 去喷这个磷酸二青甲才是最好的 但问题是您确定知道您家的葡萄什么时候开花吗 您知道您家的柠檬什么时候会结果吗 不知道的情况下那就麻烦了 怎么办,您选择错的话 那么您家的植物即使喷了磷酸二青甲也会没有效果 我估计很多朋友很奇怪 有些人家里的养花种植物 为什么它从来不喷磷酸二青甲 但是植物却会长得非常的旺 花果不断,花不断的开,果子不断的挂 而且口感还会更加的好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们不仅懂得用磷酸二青甲,还懂得用另外一个肥料 这个肥料就是骨粉了 我们都知道很多专业的博主都会告诉你说 养花的时候给土里面买点骨粉 那么您家的植物就会长得非常的好 那么您知道骨粉什么时候用最好吗 您知道为什么用骨粉植物就会夸开不断,挂果不断呢 其实很简单,因为骨粉里面的营养成分最简单就是氮磷甲 而这里面又以磷肥跟甲肥最为关键 除了磷肥跟甲肥之外 它还含有很多的其他的中微量元素 而这些元素都是有利于植物开花结果了 骨粉拿来养花只要懂得这个方法 您会发现有时候我们甚至不需要用磷酸二青甲了 记住,一年我们有两次使用骨粉的时间 当然,某些专业的人士养花是每一个季度都会给植物拿点骨粉 骨粉属于款式内的磷酸二青甲,磷甲肥 因为它的营养释放会比磷酸二青甲慢很多 磷酸二青甲基本上吸收在几天之内就会吸收完毕 而骨粉基本上在三个月左右 当然我不建议,个人不建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使用骨粉 因为那个浓度比较难把控 另外就是那时候磷虾的果树都开花结果了 再用骨粉基本上没什么用 那一年有两个时间使用骨粉,分别是哪个时间 一个是在秋天我们的植物开花结果结束了以后 我们给它买底肥的时候用骨粉 这个时候的骨粉主要的作用就是给植物重新补充营养 尤其是磷肥跟甲肥,还有其他中微量元素 那另外一个时间就是在春天 在你的植物刚刚开始萌芽长嫩芽 还没进入开花结果阶段的时候就要使用骨粉 为什么这个时候使用?这个时候不是用黄豆肥吗? 对,黄豆肥吸收利用率比较快 这个时候有利于它长叶子 但是这个时候您可以把骨粉跟黄豆肥一起混合着给植物吸收 您会发现用了骨粉之后它吸收比较慢嘛 所以它利用起来基本上要等到三四月份 那三四月份刚好就是您家的植物开花结果的时候了 那么您会发现我不用磷酸二清甲也能开花 我刚刚在我家的无花果花盆里面已经挖了一条 大概深是三厘米到五四厘米左右深的沟 一条草 另外呢,距离我家的无花果根系大概有一个勺子左右的距离 这个地方就可以给它一点骨粉了 直接要着这个位置给它拿一圈 这个花鱼的骨粉呢,有一股复合肥的味道哈 这里面呢,应该是添加了某些复合肥成分的素效肥料成分 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骨粉,应该也是一种快速的肥料 既能快速补充,又可以款式类补充 所以这个浮粉呢,一次性不要给它太多 然后这样一圈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埋起来 当然今天我还需要再往里面加一点黄豆肥 这样子呢,双管齐下,我就不担心我家的无花果缺肥了 来,黄豆肥啊,虽然有点脏,里面有很多的虫子 在发酵好之后呢,没有保存好就是这样子了 啊,这黄豆还有一些颗粒,直接把它放进去 这个无花果呢,是一棵大树,已经养了三年了 所以呢,可以适当的给它多一点 如果是小苗子呢,那就不要太多 给它一圈 均匀的摊开就可以了 啊,然后把土给盖上 黄豆肥拉开 最近这个黄豆肥用量非常的大 基本上呢,之前发酵的黄豆呢,基本上都用的差不多了 十多斤的黄豆全部用完了 全部给这些大树使用 盖上土之后呢 再给它一些简单的水,清水 您就会发现您家的植物呢 可能三个月之内呀,啥肥都不再缺了哈 所以很多农民,以及很多专业的养花种菜的朋友来说呢 春天可以说是最忙的一个时候 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工作要做 第一呢,我们要播种 比如开始种西瓜 种黄瓜 这些已经开始在做了 另外一个呢,就是 刚过完年,立春的时候呢,我们要进行杀菌 蛆虫的处理,要往土里面撒一些蛆虫药 第三个呢,就是追肥 尤其是那些刚刚复苏的植物 这个时候对于蛋肥需求比较大 而这些植物两个月之后呢,就会进入夸果期 所以也要同步的给它去追那个磷甲肥 所以呢,在春天呢,是工作量蛮大的 另外还有一些植物呢,我们需要修剪 简单的修剪 比如昨天我就对我家的一颗葡萄进行简单的修剪 所以工作量还是蛮大的 所以还有呢,就是比如柠檬,现在在花期 呃,番茄,现在已经挂满了果子 已经进入了番茄的中后期了 所以呢,事情还是蛮多的 养花呢,一定要懂得节奏 知道你自己现在在干什么 明天要干什么 这样子养花才有规律 才知道要做什么 比如无花果,还有就是葡萄 现在无花果呢,已经开始发芽了 葡萄呢,是下个月才会发芽 而释迦呢,也是下个月发芽 所以,一定要懂得时间的节奏 还有施肥的节奏 您会才会发现养花才真的舒服 提前把土里面买好肥料 放好杀虫剂 您会发现养花,以后就没啥事了 就等着坐享其成 等着它开花结果,就是了 好了,今天啰嗦到这里 如果你不懂,可以加我微信 我们慢慢聊 我是佛山阿花匠,感谢大家 拜拜